SKT打夜CLID中文采访,Faker在旁点头,李哥能听懂,SKT和GRF这两支战队都有着非常多的粉丝,而在SKT队内其实不仅仅Faker的粉丝有着非常多,监督Kama的粉丝那也是不少,毕竟人送外号人狠话不多,硬是带着SKT拿下了三冠王的称号,而且赛前各种采访那都是极为谦虚,极少放狠话,在夸赞队员的时候也说得很少, 大部分都是一个都不落下,但唯独Kama对于SKT队内一位成员很关注,但并不是Faker,而是CLID,SKT打夜CLID在加入SKT之前,是我们LBL赛区JDG的打野选手,当时CLID在JDG可以算是大腿级别的存在,在野区难逢敌手,但后续CLID没有选择继续待在JDG,而是回到了LCK赛区,更是被招到了SKT这支王牌战队的旗下 。